1942年的2月份 林彪从苏联回到延安 准备投身抗日战争 在欢迎林彪归来的大会上 他说了一句鼓舞士气的话 我们肯定会比苏联发展得更好 这句话大大加强了我党的斗志 但这并不是一句单纯的激励 而是林彪通过在苏联三年多的亲身感受 与所见所闻得出来的结论 就连当时的毛主席 也不能确定这句话 是否真的能够在日后实现 但时至今日 俄乌冲突距离现在已经持续了一年多 而林彪对于苏联发展的弊端 以及对苏联发展前景的判断 居然到了今天还能够一一应演 林彪到底为什么这么笃定 我们会比苏联发展得好 又是怎么做出的准确评价呢 轻敌的攻防部署 苏联的军事实力是举世闻名的 俄罗斯是现在世界第二的军事强国 而当时苏联的军事实力 与美国比起来可以说是不相上下 苏联具有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军事体系 而完整的军事体系 使得苏联拥有数量上万的坦克 炮弹 战斗机 以及超过500万的兵力 正是这些尖船力炮 成为了苏联参与二战战场的硬实力 在强大的火力压制面前 一个弱小的国家 可能连一点反手的机会都没有 但这同样也带来一个问题 一味地相信硬实力 反而会忽视实力上的问题 十分容易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吃大亏 纵观苏联的几场战役 在敌我双方的人数和军事装备上 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差异 甚至优于对方 1941年6月开始的巴巴罗萨行动 使德国拉开了侵略苏联的序幕 这场战役发生在著名的闪电战之后 屡战屡胜的德国最终将目光对准了此时最大的土地 那就是苏联 闪电战的战术就算是在如此强大的军事防御体系中 也得到了一定的施展空间 德国军队从西进一路攻到了苏联的首都莫斯科 最终在首都莫斯科 这个军事重镇把持下 终于败下阵来 打到回府 这次行动计划 轴心国参加的人数是550万人 伤亡人数约有130万 而苏联方参与的人数在430万 却有约300万的人员伤亡 这个数字令人触目惊心 而这场行动也成为了目前历史上规模最大 也是伤亡最惨重的战役之一 在这场战役中 苏联在战略上就被德国狠狠摆了一道 在正式发动战争前 德国做了一系列准备 将近60个师被德军从法国抽调至东径 并且直接告知了苏联 他们正在朝东边集结 仅仅是为了防御英国的空军袭击 即使眼前的情况显而易见 而且苏联情报局已经从其他国家各个方面 都收集到了德国即将攻打苏联的消息 但斯大林仍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目前德国的行动是合理的 而以苏联目前的实力 德国绝对没有胆量真的发起进攻 对苏联的军事实力过于自信的斯大林 没有做任何准备 于是在巴巴罗萨计划发动的时候 被德国前期的麻痹战术 与已经在实际作战中 不断取得成功的闪电战术的出击中 溃步成军伤亡惨重 虽然那时候的林彪已经回到了中国 但类似的场景 林彪却已经有所见识 1937年9月 林彪率领部队抗日 打出了平行官大姐这样漂亮的胜利成果 但戏剧性的是 他身穿缴获的敌军皮衣 被友军误认成了日军 一剂子弹让林彪的身体 骤然落下了极大的病痛 久病未遇的林彪最终在组织的安排下 前往苏联疗伤 1940年6月 德国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攻下了法国地区 苏联收到消息后 大为震惊 大名鼎鼎的马其诺防线 居然真的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于是苏方开展了针对德国这一行动的会议 出于对林彪这个将材的尊重 之前已经参加过一次苏方军事会议的林彪 再次受邀加入了这场战事迫在眉睫的军事会议 而这一次林彪和上一次会议是一样 与会议上的元帅们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苏方大多数人都认为 如果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 一定会是先攻击乌克兰 因为这里物产丰富 是一片物资充足的富饶土地 如果出于对财富的掠夺 这样的考虑可以说的确是最佳选择 但林彪以为不然 他认为德国现在的目的根本不只是要获取财富 因为如果是这样 苏联并不是一个最好的进攻方向 德军的目的是要侵吞整个欧洲地区 苏联就是他计划中最重要的一步 而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 那么进攻乌克兰就有些多此一局 反而直接对苏联进行全线进攻 才是德军最有可能的选择 林彪说着 在地图上从北部的波罗的海画起 一直向南画到了黑海 他认为这整条西线将会是德军方面 下一次出击苏联的目标 元帅们看着这个脸色凝重的年轻人 煞有介事都觉得有些好笑 苏联现在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实力 还有幅员辽阔的地形 如果没有充足的人手和武器装备 根本不可能攻打得下来 打下来也守不住 德国就算是在贪心 也不敢将主意打到苏联这里来 林彪的担忧简直是多此一局 而巴巴罗萨行动则印证了林彪的说法 大意轻敌的苏联没有做好防守 也没有做好反击的准备 德国的闪电战术依然在苏联这片土地上有所伸展 苏联凭借着大火压制 最终还是保住了莫斯科 斯大林格勒等重镇 却损失惨重 元气大伤 轻敌在如今俄乌战争中的体现 同样有一些失诚一脉的大同小异 在正式发动战争之前 俄罗斯并没有做好可能会长期战斗的打算 他们对于粮食 弹药 医疗等等的后勤资料 准备的并不充足 而随着时间推移 随着战场地点 战时状况 人员变动等的不断变化 后勤的补给也会越发的困难 许多士兵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战局自然无法得到最有力的推进 而在战争前期 由于轻敌 俄罗斯在前期 也并没有制造出来切割主要敌军力量 火力压制局面 他们派出的士兵仅仅有不到20万人 但乌克兰一直是一个人口并不稀少 且有一定军事实力的国家 虽然乌克兰后期实力被大大削弱 但这次俄乌战争 背后的西方力量一定会有支援 俄方用不到20万的兵力去攻打 想要一举成功显然是不现实的 甚至 乌克兰方面还组织过几次较为有效的反击 可以说 轻敌的问题在这个军事大国中一直存在 林彪作为一名将才 也看到了苏联在作战中 以及日后的发展中 都会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损伤 僵化的军事战略 说到上一次的会议 苏联在决策上同样犯了错误 这个错误也导致了苏联在后面的战场中 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被动的地步 1939年的9月1日 德国对波兰发动了闪击空战 这也就意味着之前苏德双方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的效力 已经岌岌可危 在这次闪电战后 局势明朗 下一个攻打法国已经是大势所趋 苏联开展了一场会议 针对德法将要出现的局势进行讨论 当时正在一边疗伤 一边在福隆之军事院校 学习军事理论知识的林彪 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 会议上的众人大多都聚焦在马其诺防线上 马其诺防线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历经12年修筑出来的一道军事防线 一战后为了抵御德军的入侵 整个防线绵延数百公里 肩不可摧 被誉为是不可逾越的马其诺防线 苏联多数人都认为 德国要想攻克法国 一定要先攻下这道防线 但攻下这道防线 也一定会集大地消耗德军的战力 因此大家都对这次战争保持着并不危险的态度 而在一阵热烈讨论后 斯大林将注意力转向了认真坐在座位上 默不作声的林彪 他邀请林彪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林彪与这里大多数人的想法完全相反 本身是在他人的领土上 林彪本想推脱过去 可斯大林听过他的事迹 又对他在福隆之军事学院的表现十分满意 所以对他的发言也十分期待 可谁知道林彪的发言让大家都很不认同 他说马其诺防线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首先从这条防线本身来看 想要攻克难度太大 耗时耗力 这对于任何一场战役都是极其不利的 德军不会这样做 其次 法国的防守现在并不是没有漏洞 防线的侧后方就是防守薄弱的地方 如果德国从薄弱处迂回 那么法国将十分容易溃败 这一通发言让苏方的元帅们觉得林彪是个不懂现代战争的年轻人 他的意见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林彪的发言没有引起任何一个人的思考和认同 可结果却的确如林彪所料 德军敏锐地发现了法国与比利时交界处 有一个薄弱缺口 于是德军迂回进攻 法国没有做好防守 十分被动 仅仅坚持了一个多月就宣布了投降 这次德国进攻法国的结果印证了林彪的看法后 斯大林邀请林彪留下来参与苏联接下来的保卫战 林彪通过这些日子的观察 学习与总结 发现在苏联这样的局势中只能依靠重兵武器 取得强有力的结果 而这样作战很有可能会使自身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最重要的是中国当时正处于抗日的重要阶段 所以他推辞了斯大林的邀请 在1942年身上的伤情已经好转 他就向毛主席写信 要求立即回国 迂回战术是我们在不断的实战中总结出来的战争艺术 林彪也自然十分熟悉这样的战略 而当时的苏联一味地相信自己的武装实力 忽略了一点 在战场上一切情况都是瞬息万变的 要有时刻激动的心态和能力 千万不能过分迷信自己手里的优势 在我军红军长征的反围角战斗中 就有这样的正面例子 四度赤水一仗 主席用生动的实力说明的战场上激动性的重要 在敌我双方实力差距十分大的情况下 巧妙利用赤水 加以阳攻 信息战等战略 四次渡过赤水 彻底甩脱敌军的包围圈 用最小的牺牲换取了最大的胜利 为后面的成功会师保全了重要战力 而现在的俄乌战争 俄方依然没有重视起来战术的力量 信息战应该是现代信息化社会最重要的武器之一 但在这一年多的冲突中 俄罗斯依然采用重型火力压制的方式 希望通过强大的火力支撑起战局的迅速明朗 俄罗斯忽略了信息在现代战场上的巨大作用 反而是乌克兰凭借着情报战的优势 将这场实力有差距的战役打成了拉锯战 在西方势力对乌克兰的援助之下 只拼火力显然并不能让俄罗斯与对方拉开明显的差距 于是所有人 甚至军事专家们都认为 这市场很快就能看到结果的战争 却一直打到现在 局势依然没有明朗起来 所以与其说是神预言 不如说是林彪在当时就看到了苏联作战的缺陷 无论是在会议中展露的观点 还是苏联后期的决策 都强调正面火拼 很少考虑战术 考虑秩取 也很少总结每一次战争过程与结果的经验教训 这些缺点在几十年后的俄乌战争中如出一辙 甚至给了人们这及我看过的错觉 致命的沙文主义 而让林彪认为我们一定会比苏联发展的好的根本原因 不是单纯战略战术上的问题 而是决策层的核心思想问题 在苏联观察学习的三年多中 林彪深刻意识到 现在的苏联决策层 与最初的社会主义 最初建立苏联所期望的民主联合与共和 正朝着南辕北辙的方向发展 苏联虽然经历了十月革命 也成功建立起了这一支社会主义联盟 但到了现在 决策层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 在决策上 一向傲慢 不会主动学习与进取 在对待自己的同盟上 采用的是极权的政策 在对待昔日的元帅将领 也没有很好的对待 到了后期 甚至有压迫战友们的决断 这与我们坚定不移的走社会主义道路 坚定工农联盟 和团结一切可团结的不同 不能很好地凝聚起人民 与当初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初衷相背离 这都是林彪认为 我们一定发展的会比苏联好的原因 而后来在我党与苏联交捂的过程中 我党也逐渐认清了这一现状 并且更加积极地探寻社会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并且在之后的战役中 在之后的决断中 最终蹚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距离林彪所经历的苏联到现在 已经83年的时间了 俄乌战争也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 这一年多 无论是一位依靠西方势力援助的乌克兰 还是轻敌 不重视战术 战略决策不够完善的俄罗斯 都暴露了一些问题 不对从前的经历进行反思总结 所以我们在这一年多中 总能看到历史的重演 无论如何战争总归是要流血 要消耗大量的生命 金钱与社会安宁 有漏洞的战略 则会更为加剧这样的伤害 而这样的伤害如今依然在继续 无论是北约成功继续扩张 还是无止无休的战争 都不是我们想看到的事情 如果能对已经暴露的问题 进行深刻总结 那么这场战争一定会有一个结果 成功阻止北约扩张 也建立起更为强大完善的军事体系 从而尽快地让这些战役 被波及到的国家和人民 都能够重新恢复安定的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